一般人只知道獨裁者的權利可能可以 因為他給黨國做出的分工危機而得到強化 他們不知道獨裁者的權利也可能 因為他給黨國犯下的嚴重錯誤而得到強化 那這道理何在呢 就當一個獨裁者他惹了很大的麻煩 這個麻煩不僅僅是對國家、對人民來說是麻煩、是錯誤 即便對他黨內來說也是麻煩、也是錯誤 而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他的同僚不滿的人只敢在底下滴滴咕咕 沒有人敢公開挑戰 或者即便有人公開挑戰了 但是都是勢丹利薄、邏輯古不齊 到頭來還輸得很慘 這麼一來呢 只要他能夠成功的壓下同僚的這種普遍不滿 安然度過危機、依然穩坐釣魚台 這樣子就會造成獨裁者不可戰勝的神話 這麼一來呢 以後就更沒有人敢反對他了 所以這次這個四中全會毫無疑問 習近平是面臨他上台以來的一個最大的權力危機 那麼他現在發這個狠話 當然就是試圖起到這種震懾作用 那麼他這次會議他能不能安然度過 那結果就只有兩種 一種呢就是如果他被黨的同僚所約束、所扳倒 這是一種可能性 另外一種可能性 如果黨的群人沒有人敢這麼做 到頭來的結果呢 他只會是進一步的加強他的這種獨裁權利 是